榜中,陆寒第一名,赵丽颖微弱差距未居第二,当然了,这个排名一出来,网络上就一片躁动,等等,先听小编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数据是啥意思,这个商业价值跟什么演技啊,人品啊都没什么关系,它主要是从综合专业度,活跃度,代言度和个性区,格度四项指标有关, 但是说到底,最关键的还是人气值 今年赵丽颖可谓是火力全开,人气事业双丰收,在十月广告代言人传播力综合指数中,赵丽颖位居榜首 2017年第三季度,明星商业价值指数排行榜赵丽颖位居第一,赵丽颖生日当天的微博转发破译,仅仅拥了51天 除此之外,新增代言22个,包括一线高深 有网友称,这样的丽颖还是我们认识的丹萌的丽颖吗? 它一直是我们暖心的丽颖,在星光大赏走红毯的时候,被动哭的赵丽颖上了热搜,你们看到的是他被动哭了 他在采访时的第一句话却是,今年比去年更冷了一些 很多明星都是匆匆的结束采访就走了,可是他明明自己已经被动得不行了 看到女主持人何微衣着单薄,还是非常贴心的说,他何微要在外面站这么久,更冷了 同时也是非常关心的向现场的媒体和粉丝说,我觉得大家非常辛苦,这么冷的天,要在外面待这么长时间 自己已经冷得瑟瑟发抖的时候还能不忘关心身边的人,这就是内涵 恭喜银宝用数据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他是走好每一步,希望未来的日子,他也能在爱情上火力全开 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,大家对这个单纯真实银宝,有什么祝福呢? 可以在评论区发表出来,我是的你们可爱的璐璐,每日搬运有趣的娱乐新闻及评论,希望来做过客的朋友